我从事台湾黑熊的研究保育也15年了 很多人会问我说 台湾的黑熊状况好吗 有没有变好转 起码不会再有人问我台湾还有没有熊 起码不会有人再问我熊会不可以吃 熊会不会吃人这些比较刻板印象的问题 一般人大体常都认识台湾黑熊 很多人尤其是原住民 也习惯叫我熊妈妈 那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一个女生 然后花这么多力气在身上做研究 似乎让人家蛮敬佩的 那有一次甚至就直接告诉我 我问她说你要是在身上遇到熊会不会打 她就说她又稍稍口皮说应该不会吧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看到你那么辛苦在身上保护黑熊 我去杀她干嘛 从民间社会普遍大众对熊的反应 主动愿意坚钱来救熊 甚至是看到研究资料 看到熊的机会也比较多 看到它的分布也比较广 这个时候其实让我都觉得 只要肯做应该就有希望 只要我看到熊 我就觉得我好像看到家人一样 因为台湾的森林 要是没有熊 其实就像你的家里少了一份成员一样 所以你问我对熊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熊就是台湾人的家人 其实也不只熊而已 因为台湾的山林 其实灵魂是在野生动力 所以如果我们默示 台湾的山林动物都消失了 我们都觉得没有关系 这情何以堪 因为家人都不见了 所以我其实是想借着 台湾黑熊的保育来呼吁大家 台湾在深山里面 还住着台湾的另外一群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